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Black Hawk的华语崇拜 还有在网路上观看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李思佳 我是华语崇拜的讲道成员之一 今年秋天我们Black Hawk的讲道系列 是在讲使徒行传 所以使徒行传我们的重点在得着能力 实践使命直到地级 我们会注重把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头七章 那这头七章讲的是当初第一世纪 第一个教会的建立 还有可能碰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让我们清楚明白教会建立的宗旨 还有它的原则是什么 这个根基是什么 教会的根本是在哪里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一段经文我们继续讲第一个教会碰到的问题 那这几节经文在讲的是 族群之间发生不平等的事情造成的危机 那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还有尤其现在的很多的时事上面 族群这两个字呢是比较敏感 然后提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大部分人会觉得很紧张的情事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来我们来看一下族群的这个定义 那族群呢其实是一种身份的认同 所以呢有些人可能有共同的想法啊 共同的习惯然后他们会聚在一起 那很多时候呢大部分一提到族群 人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人种或者是种族 其实事实上这个族群这个定义比这个东西还要更广泛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很常想到就是说国家啊 种族啊还有就是语言啊信仰啊文化传统 还有甚至于就是在社会的阶层还有待遇 其实这些都是算是族群的一种 那我来解释就是用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认同的一个就是 我们算是第一代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 所以我们的孩子在下一代的孩子 所以他们算是第二代所以他们是第二代 我们可能跟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隔阂 但是等到他们第三代就是他们的孩子 算是第三代的孩子了 那我们之间是完全属于是不同族群的 所以呢我们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陆家 把这几端经文放在这 这个故事放在这边 它有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 就是说是衬托虽小压千金 那胡椒虽小腊人心 所以这短短的几节经文 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教导 我们就一起来看 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 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 讲希腊话的犹太人 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 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所以开门见山 我们第一句话就看到 哦 我们先全部念一次 下面 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 要我们放下神的道 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 所以弟兄们 应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见证 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 至于我们 我们要专心祈祷 传道 第五节 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 于是选出了尸体反 他是一位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 还有菲利 伯罗 哥罗 尼加拿 提门 巴米拿 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 神的道传开了 在耶路撒冷 门徒人数大大增加 有很多祭师也信从了真道 所以从一开始第一节 他就讲到 教会里面有抱怨 这些抱怨是在教会里面 那是谁在抱怨谁呢 我们可以再看第一节吗 回到第一节看吗 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 这个呢 我想我们先回到 那谁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 谁是本地的 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我想我们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个前提 前情提要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看书 或者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 因为当我们知道背景了以后呢 我们比较能用比较客观的方式 去看待这些事情 那我们比较不会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 想一想看前面这几章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时间是什么呢 第一世界 第一世纪 地点在哪里 耶路撒冷 情况是什么 五旬节 那五旬节呢 是在犹太信仰里面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犹太人 只要他们有能力的话 他们就会回到耶路撒冷 来过节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人山人海 一定很多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天上出现了巨声 有吹起了狂风 从天上有火蛇降下来 降在门徒的身上 这时候圣灵充满 你可以想象 当时看到人 大家都瞠目结舌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 这时候彼得开始讲到 有三千人信 信从耶稣 然后受洗 过了一阵子以后呢 第三节讲到 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圣殿里面呢 行了神迹 所以呢 医治了一个重生下来 就瘫痪缺腿的人 这时候又有更多人的人 就信耶稣 进入教会 在第四章第四节 他是这样说的 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 男人的数目有五千 OK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 通常就这句话 如果是希伯来文 我们看希伯来原文 男人数目约有五千 他的意思是增加了五千 所以我们想到第一次 信主的人 信奉真道的人有多少 三千 再加上五千 总共有八千个人 然后他还特别地说 在圣经里面 大部分讲到数字 都是想男人 那我们把女人小孩算一算 比较保守一点 我们说有一万五千人好了 这个教会里面 有一万五千个人 那第一次的这个三千人呢 是因为是五行节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节日 大部分的这三千人 都是外地来的 不是本地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从周围各地 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 他们都是外地人 这五千人呢 因为当时在就过了一些 十日之后 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节日 所以这五千人 基本上应该是本地的 在犹地 耶路撒冷本地的犹太人 OK 那我们想说 大概有一千五百个人 一万五千人左右 那我给大家一个数字上的参考 在二零... 我们都知道Verona Verona是我们隔壁 就是我们隔壁的小城市 Verona 2020年人口普查的 那个疫调的结果 人口有一万四千人 这个教会有一万五千人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小型的城市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整个的分布 耶路撒冷教会人口统计 教会的人数大概是 一万到一万五千人 那什么是本地的犹太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大多数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 多数人种族群 多数人 所以是多数族群 是希伯来的犹太人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我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族群的一种概念 比如说我们第三代 就是我们的第三代 跟我们之间的差异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 听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 用这种概念去想 虽然是我们 虽然是我们 留着同样血的人 但是跟我们是不同的族群 那这边一样 是希伯来的犹太人 他们来自 耶路撒冷的周边地区 语言就是亚兰文 就是他们讲的是希伯来话 他们的文化 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文化 OK 再来看少数人 小数人呢 是希腊化的犹太人 什么是希腊化的犹太人 因为当时很多的 那个周边呢 都是罗马帝国在控制 对不对 所以是来自罗马帝国 控制的很多的地方 他们的语言呢 是讲他们的母语 OK 比如说像 像台湾会有台湾的母语 讲台湾话的 可能从国内各地来的 都有不同 这是各地的母语 然后加上他们的国语 叫希腊化 OK 文化呢 就是多种文化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背景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想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三千还有五千 那些都是男人 大概所以有百分之三十呢 左右 大概是少数人种 其他是多数人种 所以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这个是我们第六章的背景 那我们来想一想 就是在这么大的 一万五千个人的教会 等于是小小的城市 那我们在社会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会有 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特别需要帮助的人 在教会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贫穷 这个是一个 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 陆家呢 他贯穿整个《使徒行传》 常常提起的一个现象 就是贫穷 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就是说 陆家怎么提出 然后教会怎么样面对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多文化 还有多族群的教会里面 第一个教会 第一世纪的教会 发生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 刚开始的时候呢 那我们讲就是这么多人 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些从外地来的人 他们本身其实 因为他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人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 自己本身没有带着房地 他们可能有一些财产 但是是比较微小 因为他们是来了以后 就待在这边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去供给这些人 他们每天需要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44节 第45节到 OK 他这样说 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 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 所以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个是一个整个大家族的一种概念 对不对 大家喝一锅粥的一种火热 可是我们要想想 这是一万多人的教会 所以比如说 你有需要我就卖 他有需要他就卖 这样子没有一种规律的这种卖法 其实过不了多久 其实没有粥可以喝 大家就喝起北风 所以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有比较 fine tuning 他们就开始知道 就是说该要下一些什么规则 所以他们是这样说 第四章 34节到35节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 有缺乏的 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 把得到的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 这里的讲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他不是说有房产的 一下子全都卖了 这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规则 下了一个规定 就是有房地产的人呢 就开始按照个人的能力 在固定的时间里面 然后卖掉 卖掉他们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会卖一些地啊 买一些财产啊 卖一些 然后或者他们有多余的借钱 他们就捐给 教会 集中地放在使徒的脚前 让他们去分配 这是一种集中的一种方式 OK 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出现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新的事工 就是中央厨房 然后他们有食物的栽积变 这时候问题开始慢慢产生 我们如果刚刚看到 刚刚的第四章 第三十四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没有一个人 有缺乏 当人没有缺乏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会抱怨 但是在第六章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什么 就看到教会里面有人抱怨 所以这是问题的存在 那是在抱怨什么呢 他就说了 说犹太化的西伯来人 他们在抱怨 他们的寡妇 没有收到 他们应该有的照顾 所以他们开始 窃窃私语 在这个上面 希腊文呢 他不是用抱怨 他用的字眼 是murmur murmur的话 就是窃窃私语 所以他们开始 私底下先窃窃私语 然后 这当然就是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 我在这边 想讲解一下 很多人对教会的一个错觉 很多人都会觉得 第一世纪 第一个教会 一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教会 我们想一想 他们看到耶稣被体身 他们看到火蛇降临 圣灵充满 这一定很刺激 很完美 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 大概都是这几千年以来 然后人呢 自己的破 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可是事实上不是 因为从一开始以来 教会的成员就是我们这些 不完美的人 对不对 我们都有很歪楼的价值观 我们都有很自以为是的态度 还有我们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缺点 就是骄傲 很小很小的缺点 叫做骄傲 那我们都是很破碎的人啊 所以你说我们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也是一样 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来 有抱怨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 这不光只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 在第二十一世纪的教会 是同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作者陆家 他写道 教会里面有人抱怨 族群之间发生了不平等事情 那使徒们是怎么样来 面对这个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二节 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 要我们放下神的道 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先看第二节的前面 于是十二使徒召集了众门徒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开了一个全教会的会员大会 一万多人的会员大会 你可能说 这不过就是 一个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已 有这个必要去小题大做吗 可是这不光只是一个 分配不均的问题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问题 这是在族群里面的差异 而带来的不平等的待遇 而这个不平等的待遇 是不符合教会的身份 这也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在第二章 《属徒行传》第二章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讲到神的国的重要性是什么 神的国的基本是什么 如果大家忘记了第二章 或者是还没有去听这讲道 大家要回去听 应该是第二章 《属徒行传》的第二章 OK 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 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在这世界上 建立的教会是为了要打破 巴别塔给人类带来的分裂 巴别塔这个故事呢 是在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讲的故事 它基本上是在说 人呢为了传扬自己的名 为了要整合人类的权和力 建了一个巴别塔 巴别塔 那神呢因为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神下来打乱了人的语言 人因为语言不同 当然就分啊 只有跟自己说同样话的人在一起 这时候 人因为 跟别人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人开始歧视 开始吵不起 跟自己层次不一样的人 还有族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地图 这张地图上的每一条线 都在非常沉痛地述说着 人类不断地分歧 人类不断地分歧 战争 屠杀 殖民化 甚至种族毁灭 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 其实活生甚至在提醒我们 我们人类其实是在承受 自己 我们自己的腐败 的一个后果 这是因为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那教会呢 教会的建立 是为了要打破 人类的分裂 教会是神的国 来迎到这个世上 我们不同的人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习惯 能因为神的爱 我们能爱彼此 我们能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这是神国的定义 这是神的家族的身份 所以 路加把这个重要的一个讯息 放在第六章里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当说西伯来人的犹太 说西伯来文的 西伯来话的犹太人 他们的寡妇 他们的弱势族群 被照顾到 而说希腊文 希腊化的犹太人 在教会里面 他们的寡妇 还有他们的弱势族群 被忽略 被跳过 当他们的基本的需求 没有被照应到 这时候使徒们 非常敏锐地 察觉到 他们知道 他们违背了 教会 建立的一个原则 他们有察觉到的 所以呢 我想 我们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信誓旦旦旦地说 我们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我们都是这样说 我们是圣灵充满的教会 那在这个的同时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能跨越 这个族群的不同 跨越 这个意见的不和 而达到 真正达到 在神的圣灵里面的一种合一 这是我们该有的形象 所以神 路加告诉我们 这不是 这个分歧 在神的教会里面 这些分歧 这不是我们 应该有的事情 应该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光是说 我们是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还是 喜欢跟我们 同样的人在一起 反正每一个族群 对其他族群 都有这些刻板印象 我们都觉得 他们不喜欢我们某点 我们也不喜欢他们某点 所以跟自己相似人在一起 当然是比较容易 但是路加在这边告诉我们 这不是神的子民 该对神的家族成员 该有的态度 还有心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节 于是十二使徒 召集了众门徒说 要我们放下神的道 去管理伙食 是不合适的 我不知道你们啦 但是我每次读到这个 我都觉得 就是挺尴尬 然后也挺刺耳的 刚刚我们不是才说了 不要去鄙视别人吗 这怎么这句话 听起来特别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如果大家都把我们的田产 全部变卖 那我们就去喝西北风 那在这边 其实有一个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些在上面领导的人 大家都去包便当 送餐盒的话 那谁来讲道 谁来带领茶经 谁来带祷告会 谁来做关怀 所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 就是全部揽在身上 这不太可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放在这个职位上的这些人 他们的履历和资格 必须是什么 所以弟兄们 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 友好阵线 满有圣灵和智慧 和智慧的人 这个不像是鄙视 这像高举 高举这些人 这些人必须要有才干 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分派的工作 这些站在这上 这些这七个人 必须要有圣灵充满 要跟神有好的关系 要有智慧去接受这个挑战 这是这七个人 要选出来的这些资格 然后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六节 等一下在第六节里面 其实他有讲到 他有讲说 他们把手按在 按在这些人的头上 然后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成为领导 在按手祷告 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一个转移权力 还有权柄 还有力量转移的一个姿态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七个人是被选到 教会里面当领导的 我们看第四节 至于我们 我们要专心祈祷 还有传道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分工 这七个人开始管理 管理教会的这些行政所事 然后还有分流 怎么样去支配这些东西 这七个人成为了教会的领导 你说啊 太好了 选了七个人 皆大欢喜 但是我要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这几节经文里面 最精彩的部分 其实是第五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意见全会中都非常的满意 所以选出 施提反 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 还有菲利伯罗 哥罗 尼加拉 提门 巴尼 巴米拿 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尼哥拉 然后这次就是第六节 我刚刚说的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后 就为他们按手 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 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我们一看到这些名字 我们就会眼睛一亮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名字不是当地 不是耶路撒冷 说希伯来话 犹太人的名字 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 当时的震撼 我稍微篡改了一下圣心 我们来看一下 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 讲中文的犹太人 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 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十二门徒 召集了众门徒说 要我们放下神的道 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 所以弟兄们 应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证件 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 至于我们 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 这个意见 全会众都非常的满意 于是选出了张大帆 他是一位满有信心 和圣灵的人 还有李阿嘉 姨小雨 马阿华 王小三 胡大伟 以及归信犹太教的 山东和哲人 陈阿善 你们看到了吗 说中文 还有中文名指的 犹太人 尤其是这个 归信犹太教 山东和哲人 陈阿善 他根本就是个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着 但是他 现在成为基督徒 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他在教会里面 掌管行政 我认识这人 我们看到了吗 这是教会 在回应的方式 这时候 一个主要 主要 犹太人的 说 希伯来文的 主要 教会里面 他们有十二个使徒 在教导 而他们选择 选出了七个 不是说 希伯来文的 犹太人 让他们掌管 他们把权力 释出 大家分工 我们再念一次 下一章 这个意见 全会众都非常满意 于是选出 师提反 他是一位 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 还有菲利 波罗 哥罗 尼加拿 提门 巴米拿 以及归信 犹太教的 安提阿人 尼哥拉 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感受不一样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后 就为他们按手 在一个教会里面 多族群的教会里面 主要人 主要族群 主要人 把权力分 分给 少数人 大家一起来管理 神的教会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七节 神的道传开了 在耶路撒冷 门徒人数 大大增加 我们第一节 其实就看到 就是很多门徒 就教会在成长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神的道传开了 在耶路撒冷 门徒人数 大大增加 这些增加的人数 很有可能 大部分都是 耶路撒冷的 本地人 我们这边看到一个 非常 重要的一句话 有很多祭司 也信从了真教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这个祭司 我们很容易想到 就是那些 有政治权力 高高在上的大祭司 但是这里的祭司不是 他们用的语言不太一样 那这边的祭司呢 是 在地方上的小祭司 他们可能在地方的圣殿里面 做一些服饰 然后讲解神的律法 Torah 这些人呢 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权 但是地方上 人们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一定会来找他们 这些祭司 这些小祭司呢 是在犹太信仰里面 非常忠心的支柱 也是他们的地方的 基层的骨干 我常在想 这些祭司 因为这也就是几年之后 几天之后 几年之后 他们很可能都看过 都听过耶稣在地球上的这些事迹 他们也可能真正的经历 也真正眼见过使徒啊 或者是耶稣的神迹 但是他们都没有信哦 我再提一点 我觉得人 我们人 都有一个小小的习性 就是我们对坏消息 眼睛 耳朵都特别尖 中国人有一句话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成千里 我们就想想 第一世纪的第一个教会 在耶路撒冷当地 是多么的生命大兆 然后现在这个教会呢 起了一点风波 族群之间 有了一点 不同的意见 你想这部船的沸沸腾腾 大街小巷都知道 大家都想要等着看着 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分裂啊 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啊 然而让他们非常惊讶的是 这个教会的主要 主要的会众 还有主要的领导 把他们的权力 交接 还是给予给少数人 少数的族群 然后一起来领导这个教会 这个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 这个第一个教会 给神的国 在当时做了很好的见证 这是为什么这些祭司去信 他们在这时候转信信封了真教 我们今天讲的这几节 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有很多在座 或者是观赏的弟兄姐妹 都是很多年的基督徒 我想使徒行传 也都读得滚瓜烂熟了 那我们也有在座 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 因为圣经对你们来讲 可能是比较新的一种概念 刚刚开始读 但是我想 大部分的我们 大概都是第一次 读到第六章第五节 知道这些名字 不是跟当时的犹太 犹太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当地人 很有可能这是我们 大部分人的第一次 用族群的不平等 来读这些章节 神借由圣经 在告诉我们 神的国降临到这世界 到这个地球上 各种语言 各种说不同语言 不同人种 不同文化的地球 神也借着圣经 在让我们看到 在教导我们 建立一个多文化 还有多族群的教会 的一些原则 还有根本 神也借着圣经 让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 应该如何的支配 如何运作 如何管理 还有如何面对 在多文化 多族群的教会里面 可能碰到的问题 还有难题 那我们Black Hawk教会 这几年的我们的眼光 还有我们的远见 是放在重建 神的多文化 多族群教会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直在朝着 这个目标 一起努力 我们也希望 大家跟着我们 一起努力 好 那我们今天 讲的这七节经文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七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第一个 在这世界上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一定会碰到问题 大大小小的问题 生命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生命当中 我们有时候平坦 有时候会坑坑洞洞 虽然我们基督徒 有基督的印记 在我们身上 有圣灵的加持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 其实很不完整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 我们都有不美好 不完美的自我 我们都有骄傲 我们都有固执 我们都有偏见 我们都会生气 我们都会愤怒 我们都会惧怕 我们也都会忧虑 而我们都喜欢 跟我们一样的人在一起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避免冲突 而我们选择不去尝试 可是这不是解决事情的方式 我想我们真正的挑战 不光只是在事情的本身 更多的是 我们怎么面对事情的态度 还有方式 再来 记得吗 我们要靠着圣灵 给我们的力量 去达成不可能的任务 第一世纪 第一个教会 全教会 选出了七个 不是本地 是少数人 少数族群 来领导教会 一起同工 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为神的国 在做见证 我们在吸引这个世界 来认识我们的真神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弗所书 费利比书 对不起 用错了 费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不要自私自利 也不要贪图虚荣 只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 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 或者是整节就译成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 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甘卑微 顺服自私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来到这四节上 定在十字架上 没有分种族 肤色 贫富 贵贱 性相 这些都没有 他在给我们看 神国 作为一个神国 王的样子 记得吗 不把我的利益 放在前面 而是把别人的利益 放在前面 Upside down 我们能想象 我们一个群体 一个教会 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是这样的形式吗 可是这是神国 该有的定义 这是神国的定义 你说这太难了 我们做得到吗 可是我们要求的 不是完美 而是我们同心 我们一起朝着 朝着这个方向 靠着圣灵 给我们的力量 往前行 朝着这个神国的 方向 走 最后呢 我要说 我们都在 跟随着圣经的教导 但是活出 基督的形象 不是用嘴巴说 我们出了这个教会 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 其实在教会外面的 门外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面对的人 事物 都在给我们 时时刻刻 都在给我们 一个机会 让我们练习 怎么样活出 这个形象 这是我们 吸引世界的方式 这真的 这才是我们 吸引世界的方式 今天我们读 这个使徒行传 第六章 一到七节 我相信要花一点 时间去消化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开始 要用不同的观点来 观念 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几节经文 我们不再是 念过去之后 我们要知道 就是这些经文 这些名字 给我们带来的 重大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也希望 当我们在 面对这些挑战 面对这些 敏感的话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我们要一起讨论 我们要一起面对 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懂得 怎么活出 耶稣的基督的形象 这是我们 吸引世界的 来一起来跟我们 认识我们的真神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上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 一个世界 给我们 很多不一样的人 让我们在这些 不同的形式上 我们能认识 你 神的国的 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些机会 让我们在这边 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在这边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